以台灣的角度來講,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來說,我們一直都是一個很封閉的一個國家 因為你知道政黨輪替在輪替,我們只是顧不自封的把自己分為藍跟綠而已 那其實應該要真正的是立足在台灣,放眼在世界 我們其實這是一個地球的時代,並不是只有一個台灣的時代 我一直在心目中都認為說台灣人跟海歸有點像,我們是不斷的各種族群的融合 到了一個地方安生地命以後,生產了自己的下一代,把這些知識留給下一代以後 老的人走了,年輕的人就要學著怎樣以老的人放置去探望自己轉進的未來 為什麼要我父親?主要是因為這麼多年我一直都不是一個完美的兒子 其實電影裡面很多片段都是我所認同的觀點 那其實是想讓他多了解我